《香港選舉法》 今年初 中共政府修改了《香港選舉法》 選舉委員會 選委的產生辦法 滲入不少紅色力量 百民票倉連環被拆 因此紛紛棄選 但是就受到由中共主管的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田飛龍口朱不佛 指責民主派在攬炒 製造香港民主已死的假象 8月6日至8月12日 在香港選委會 界別分組選舉的提名日期 8月11日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田飛龍在《香港明報》 發表觀點文章 文章指 香港反對派在遵循街頭政治 和選舉民主的路線 實現完全自治的全套綱領 和謀劃落空後 政治精神上延續修例風波的攬炒主義 選擇選舉不合作 或選舉攬炒主義 文章認為 這種選舉攬炒主義 是一種消極的公民抗命 以不參選 不合作 不妥協 阻止他人參選 破壞選舉 作為基本行動策略 最終目標是煽動對新選舉制度的政治抵抗 堅持唱衰香港民主 配合外部勢力 對香港進行制裁和攻擊 合意製造香港選舉 是清一色 香港政治進入一言堂的輿論和亂象 和香港民主已死的假象 以此對抗中共對香港的統治 選委會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任人 立法會部分議員 以及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 在新的制度下 扮演重要角色的選舉委員會 還會於下月19日 竟投票選出 中共人大會議今年3月通過決議 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 修改《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的內容 修改選舉特首及立法會的相關法律 按照決定 新一屆的選委會 會由原來的1,200人增至1,500人 皆別由4個增至5個 立法會由原來的70席增加至90席 新制度下 選委會的權力將會擴大至立法機關 1,500人之中將會有362人 是不需要經過選舉產生的當然委員 未來這1,500人 還會透過全票制方式 選出40人 成為立法會議員 過去選委會117席 是由區議員出任 2019年 民主派在區議會大獲全勝 新制度下 今次的區議員 將不會被列入選委會的當然成員 改由政府委任的分區委員會 剋滅罪行委員會等地方組織的部分成員兼任 總共156席 以往泛民票倉界別 包括會計教育等 現在全部由團體投票 替代一人一票 今屆提名 總共有1,247人報名參選 局續967個選委會席位 其中需要經過選舉產生的5大界別的 36個分組之中 23個組別的參選人數 和選委席位數目相同 預計611人 可能自動當選 連同大約370名 由指定團體提名產生的席位 以及當然委員 大約3分之2的選委人選 在選舉前已定 在新制度下 由人大政協和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組成的第5界別 人選和提名方面 很大程度由北京掌控 換言之 民主派日後若參加立法會選舉 需要向國家隊爭取提名 也就是變相 先要得到北京肯守 才有望入閘 搭訪